94年次以后 我们因应整个全民国防的这个架构底下 那也基于兵役公平性 所以我们只会保留家庭因素跟宗教因素 来申请转服替代役 那申请替代役的比较 在疫期上唯一只有宗教因素 无论是在92年次以前的 因为如果你是申请宗教因素 它是服一年两个月 那94年次以后的一样 如果你是宗教因素 来申请转服替代役的部分 那它一样是一年两个月 那其他的无论是家庭因素 替代役的体位等等 那它都是服一年的替代役 那我们在专场跟研发的部分 就会不再开放做申请